极端组织伊斯兰神权国IS的追随者 上个月在叙利亚高调焚烧护照 扬言要血系我国和印尼之后 这个嗜血成性的恐怖组织又在公布视频 其中一名我国公民公然向本地警方宣战 声言要大闹警察总部 武器阿曼反恐组副总监拿督阿玉指出 警方已经鉴定男子身份 同时不排除IS支持者 在未来半年之内会在本地发动独狼式袭击 IS最新发布短片 显示我国IS成员砍杀三名人质 还呼吁留在我国的IS支持者 利用利刀或车子攻击异教徒 还动员武装分子从叙利亚回国之后 将会袭击武器阿曼总部 让警方不得安宁 同时警方证实 IS影片中的男子是来自森美兰的穆哈默拉菲 此外当局获得情报显示 IS在菲律宾已经委任一名亚洲首领 恐怕在未来六个月内在我国发动恐袭 保安部队已经做好安全防范措施 严正以待 最后最后领受医护的顾世 出发生地域 好